recommendation 都是同学大家好我是LΣ Sir 今次一个影片 is about the reserve 《消化4》的工作址 我们有四份的 我们将单 Video 斩到短短的� book 我们先提一些 我有一份工作址 然後我們要講回題目,主要是講題目 現在我們看回頭的一份工作址 整個general plan大家串字,記得 還有,特別想提的就是那五個步驟 由進食,injection,digestion,消化,absorption,吸收 assimilation,同化,即是代表著我們怎樣去 拿那樣東西和用那樣東西 還有到最後就是排位,injection 特別想去提的是,如果是一樣食物 我們是不能夠消化,不能夠吸收,不能夠吸收 我們都用不到它,直接吃完 當然經過了整個食道,胃,小腸,大腸 才會瘦出來,不是馬上吃馬上瘦的變態 但起碼大家有個概念 食物不一定是吸收得到 那你要消化才行 當然有些食物不需要消化也能夠吸收到 例如這個水 或者維他命 或者一些鹽 其實這些不需要刻意消化 但是我們已經能夠吸收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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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些原因 哪裏做ja可作成好? 這隻牙肉就一定不會是蒙咖的正式 因為你有印象,它有兩個蚊 有兩個椰肉 兩個牙筋 所以這牙應該是Molar Molar釋齒的話 有時有兩聰晶或者三聰晶 三個根 因為這隻牙尻前 有隻牙羊 被你剪掉了,就變成了兩隻 不然你也看不到畫面 知道了MOLA,MOLA有什麼用呢? 看前面的版就知道了 Chilling,Griding,Crushing Chill your foot into smaller pieces 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咬到它變成小小的東西呢? 自不言,不難理解了 增加表面面積,給M去做事 因為咬東西,只是一個physical digestion 物理性的消化 但是,我們去到之後有煤幫手 有Ampsi幫手,有Ampsiomatic digestion 是Chemical digestion,化學性消化 當時,如果咬爛了的話,就增加表面面積 其次,亦都令到我們吞,亦都容易些 Swallow,亦都簡單些,容易些 這隻牙,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功效呢? OK? 自不言,都是在說 因為呢,你看得到它較為一個闊的表面 所以這裡是鑄牙了 鑄了的 鑄了的 條體毛,我沒有特別問你 總之鑄了牙 OK? 這樣就,看得到 雖然它是平的 但是有些位置凸出來的 雖然它是一個threatened top 但是有riches riches,即是尖刺 不是叫尖刺,即是凸起的地方 這樣是給我們去咬東西的 就是grinding of vegetation 例如,我當我們的 就可能咬菜 是吧? OK? 例如牛,羊,就是咬草 OK? 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你可以用molar來咬爛骨 你可以做crushing 但這裡有個riches 在書上就叫cuspes 一樣的,沒問題的 好,接著來到第二條 這裡呢,又是另一個頭蓋骨 它的頭骨 但它又沒有說是什麼 但若你也猜到一下 一隻牙那麼尖 應該是一些肉食性的生物 所以題目A馬上問你了 啊,它吃什麼的呢? 給我看看兩個原因 OK? 那就不難理解了 主要應該是肉食性 對吧? meat,或是fresh 都是肉的意思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well developed的canice 即是這個犬齒 是一個develop的很好 什麼叫develop的很好呢? 你可以說canice 其實是很sharp,point的 很尖的,可以嗎? OK? 那或者,你說它是mola 這一隻,是不是? 這一隻 平時我們說mola 大大隻啊 平的表面啊 用來摸一下東西而已 不是啊 它是sharp的,又是尖尖的 OK? 那所以啦 即是無論是canice 就是犬齒 OK? 又或者 是它那隻mola 其實都是 適應於去撕爛肉 撕爛肉啊 這樣子的意思 那Dentai formula 只是數而已 多少隻的incisor 多少隻的canice 多少是primora 或者mola 那這裡呢 我又放大一張圖給你看 那你大約看到呢 應該有三隻incisor 就是I3 一隻canice OK? 那C1 primora 多少隻呢? 1 這個是很難看的 1,2,3,4 OK? 那下面三隻 都是很難看的 1,2,3 OK? 1,2,3,OK? 那所以啦 primora就是4 OK? mola就是3 那留意啊 這個是講的呢 這一半邊面而已 那行嗎? OK? 我是講這一邊面的上 上鱷呢 有這麼多隻 這幾隻牙呢? 3加14 4,4,4,8 8加3 11 OK? 即是說單邊咀呢 就有11隻 但是第二條 它問你喔 那究竟整個上鱷幾多隻呢? 那單邊是11隻 那另一邊 我們照計 這些是對稱的 對不對? 左邊11隻 那右邊也是11隻 對不對? 所以答案呢 22隻 OK? 那如果加上下鱷的話 上下應該也是叫對稱的 對不對? 那上下的話 加上的話 應該就有44隻 不過這次它沒有問你 只是問上鱷而已 OK? 那這個是In Class Activity 2 那去到後來呢 那我就說回鱸牙 那這個 一定要記得鱸牙的三角 細菌擦爛了些糖 變成了些酸 那些酸呢 就溶解了我們牙的髮狼質 OK? Enamel OK? 接著導致到這個鱸牙 那這個是文字版本 OK? 這裏呢 就是一個圖像版本 OK? 看看大家自己溫書的時候 就畫圖 幫助自己記憶一下 OK? 因為有時候又的確記不到這麼多東西 對不對? 那特別想提到第二段這個 Prag 就是那個牙菌膜 癡癡癡癡 看不見的東西 為什麼無緣無故 特別我要提看不見呢? 因為 待會我們有條題目 就是講了 那牙醫幫你洗牙 那它也要找到那些牙菌膜 是不是? 但是它是看不見的 兩Sir,那怎麼辦呢? 待會你就知道怎麼搞了 OK? 去到這一部分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東西了 那究竟我們 為什麼牙醫會看到 那隻牙 是會有髒東西的呢? 那我們先去看 就是說 為什麼呢? 我們牙 牙醫呢 會有些Dental Disclosing Agent Dental 就是牙 Discoosing 就是發現的意思 找到一些東西的意思 Agent 就是一個媒介 那些專門 就是被你 可能一杯 一杯的染料 一杯水 可能是紅色的藥水 或者給你糖 咬咬咬咬咬咬咬 原來一下 說這樣 被染到牙牙 紅了 哪個部分 那到底紅的部分 是什麼地方呢? 裡面住著什麼生物 不難理解 剛才我們講過了 在牙齒上面,就是一些黏黏黏看不见的部分 就是牙菌膜 里面住着什么呢?就是住着细菌 不然怎会有细菌,将你的食物残渣 里面的糖分转化成酸 接着就砸烂了你的enamel dissolve 了你的enamel, 和你的dentai 接着就看回这幅图了 这幅图就是说我们吃完东西之后 究竟我们口腔的pH为什么会下降呢? 先问我们什么叫critical pH 一个临界点的酸碱值 第二,为什么酸碱值会跌? 当我们吃完甜的糖果的时候 为什么隔了一会儿呢? 口腔的酸碱值又会变回正常呢? pH7,大约是7 因为接近中性,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了 critical pH 呢?就是说了 一个pH 低过它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个蛀牙 就是说,所谓临界性的pH 就是说,当我们口腔里面的酸碱值 低过它的时候 就有机会发生蛀牙 OK? 那为什么吃完糖就会有pH跌呢? 就是因为我们牙菌膜里面的细菌 将食物里面的糖分转化了 就变成酸了,对不对? break down the sugar in the food 就produce acid OK? 那搞一会儿,为什么又会变回正常呢? 因为你的人会分泌口水的 OK? 就是因为,在口水里面 saliva里面呢 有个bicarbonate salt bicarbonate salt 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简性的 可以中和了酸 OK? 当然了 也可以说,因为你有分泌口水 你会吞口水的 酸呢,也都随着口水被吞走了 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相信呢 上面的原因呢 是会好一点的 OK? 因为起码我想你们学一下这个bicarbonate salt 是一款,这个简性的东西 OK? 亦都会中和了口腔里面的酸性 这个也是刺激口水分泌的原因 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借了香口胶 亦都是因为刺激口水分泌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看下了 要解释下呢 为什么我们那个口腔 OK? 跌了一个低一点的pH 就是酸了 就会蛀牙呢? 那还有呢 又讲下了 那究竟我们平时喝的食水 有什么的化学物质呢? 是可以减少到蛀牙的迹象的呢? OK? 那不难理解了 那刚才那个蛀牙的三角呢 你都知道了 就是酸溶化了 溶化了 enamel 亦都溶化了 dentai 这个胀牙的 这个胀牙 然后注下去 那这个就叫 tooth decay 注牙 对不对? 那我们食水有的什么呢? 就是个佛 Fluoride OK? 但加了Fluoride的食水 也有助我们巩固佛囊 的 enamel OK? 接着到C part C part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呢 蛀牙刺得很严重的时候 那就脱牙了 OK? 很松泡泡 然后牙就脱了 如果牙牙就要长一点的时间呢 去腺消化了食物 为什么呢? OK? 原因不难理解了 就是因为呢 它没有了很多牙 那些食物不能够被我们 咬烂 咬小到变成小小 所以那个total surface area 其实是少了的 那就是说 enamel 是少了表面面积 去咬烂你的食物 OK? 那此不然了 我们消化的时间呢 亦都是长了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份工作址的 一些小小的提醒 或者一个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在下面可以问我 尽快回覆你 下次再见 拜拜